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日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美应该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障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保持沟通 双方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撤火降温 助力世界尽快摆脱新冠疫情 走出经济滞胀困局和衰退风险 习近平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拜登表示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畅通对话 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 寻求在利益交融的领域开展合作 同时妥善管控分歧 拜登还重申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 7月28日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美国二季度GDP年化环比下跌0.9% 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 以经济学的普遍观点来看 美国经济进入技术性衰退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官方定义 经济衰退意味着经济活动显著下降 并蔓延至整个经济持续数月以上 拜登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经济经历了去年的历史性增长 私人部门的就业收复了所有疫情期间失地 在这之后 随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降低通胀 经济放缓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止是拜登 美国知名参议员Elizabeth Varin 在GDP数据发布后 也猛烈抨击美联储 美国CDC7月27日证实 调查人员首次在本土的水和土壤样本中 发现了过去被人们普遍认为 仅存在于热带气候环境的致命细菌 类鼻居干菌 而且当局怀疑 类鼻居干菌早在2020年 就已在当地潜伏至今 因此提醒全美各地的医师 和公共卫生专家要特别留心 综合美媒报道 调查人员最近在密西西比南部的 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发现了类鼻居干菌的踪迹 CDC指出 人们在接触类鼻居干菌后 可能会引发罕见且致命率高达50%的类鼻居病 而且一旦类鼻居干菌进入土壤 就会对附近居民构成健康威胁 难以从土壤中清除 类鼻居病患者在病患初期 通常会出现发烧 关节疼痛 咳嗽等症状 而这种细菌对糖尿病 慢性肾病 肺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的人而言 非常致命 除非患者及早救治 正确使用抗生素 才可避免肺炎并发症 血液感染 甚至死亡 尽管房东感到沮丧 但洛杉矶市议会7月27日 还是投票通过了延长 房客驱逐的保护令 同时 洛杉矶市的房东们正在恳求市议会 结束驱逐保护 房东们说 暂停驱逐令 可能会将他们中的一些人 推入破产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净利 因为该命令不允许他们收取租金 而他们的一些租客 正在利用这个禁令 正光明正大的不复房租 据悉 加州的暂停驱逐令 在新冠疫情期间制定 以帮助失去工作的租客 该项命令 正此前于6月30日到期 但现在洛杉矶市将其延长至明年8月 实施最延教改这一年来 北京天价学区房的泡沫正在被击破 德胜学区位于北京西城区 是全市牛小牛中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然而自去年又生小开始 被视为北京教育高地的东城西城和海淀区 开始从延落实多效化骗政策 多效化骗打破了房子和学区的对应关系 意味着学区房对口名校的确定性降低 2022年9月秋季开学后 北京市所有区域都将开展教师交流龙岗 有专家认为这一教改措施的持续深入 将进一步淡化名校的概念 动摇顶级学区房的价值